掌握集水资讯 开来看整点机关 您好我是林金化 农委会动职部防疫警役局今天确认 南投信义桑新增一起幼欢感染狂犬病案例 累计至今共12期病例全去幼欢 地点分布在中部、南部和东部 针对狂犬病防疫作为 卫生福利部和农委会今天举行记者会 分布四大纠线施打疫苗的对象 首先是居住在有被检验出染病动物的地区 以及伤地方民众 第二有些是农委会和野生动物接触的人员 第三顺位是疾管署的人员 第四顺位是手机师 至于一般民众除非被咬伤否则不能施打 农委会副主委王正腾表示 目前并没有扑杀疟狗疟猫的计划 农委会捕获疟狗疟猫后会全部施打疫苗再给予生荣 至于加选加猫的狂选病疫苗 一年施打一次即可 今年一代重复打过的民众不用重复施打 民众若有任何疾问 可打1922防疫专性询问 国教署今天表示 12年国教免税入学区 共同就学区已完成初步规划 将纳入地域考量 让国中毕业生可跨区就读临近的招生区 台湾许多地方县市交界不明 国教署表示 有些乡镇虽属某个行政区 但从地理位置来看 却更接近另一个行政区 因此共同就学区也纳入地域考量 让临近县市的国中生可跨县市选较近的高中职就读 不限局有国中所在地的招生区升学 至于适用何种免续入学条件 则需进一步讨论 如中投区若拨名额给苗栗 苗栗学生可以用逐苗区超格比序条件 申请台中区学校 若中投区未拨名额 苗栗学生则需用中投区超格比序条件来申请学校 以景美女中拔河队为班底的 中华台北女子拔河队远班人马 继2009年后参加世界运动会 今天再度夺得冠军 中华台北女子室内拔河队参加 2013年哥伦比亚世界运动会 女子540公斤组赛事 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传来捷报 勇夺冠军 新闻最后但您关心天气 有关详细的天气预测 我们连线给中央气象局 请预报员林定一为您分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由于太平洋高度比较强 板桥地区出现了36.5度的高温 这也是陆下以来当地的最高温 明天起由于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会较今天六维减弱 那在上午之前 个地的云量还是比较偏少 清朗炎热 暑气难消 在8点之前气温就可以上升到快要30度 到了中午的时候 最高温度可能上升到35到36度 所以白天的话在户外活动 要注意防晒 那中午过后呢 大致上来讲 因为明天在北部地区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还比虽然比今天弱一些 在新竹还有桃园一带的山区 可能还是有一些短暂雨 北部地区基本上天气是属于比较稳定的 那不过中午过后 如果要前往山区朋友 还是要注意一下 随时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不要留点于野溪细水而忽略的安全 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与提供 谢谢预报员的分析 继续谈关心高屏地区的新闻新闻 高雄领养区出现入下首例本土登革热个案 市府防御团队在第一时间完成相关防治作业 为了全面防堵疫情 卫生局将从明天起展开第二波市场登革热 并没闻鸡茶 包含感染高风险区 林园区 大辽区 免松区 公民有市场等 呼吁民众共同配合做好防御措施 平东县政府与国内旅行社合作 首度推出四条路线的一日游 两日游行程 县长曹启宏表示 这次深度旅游特别结合生态之旅 并当低价格 每场费用从新台币499元起 希望能成功吸引更多游客到平东游玩 一项新闻又运从编辑不报 这次深度旅游行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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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车